第五题,下一类关于聚合物的迅速何者正确 选项A,蛋白质为天然聚合物,这个是对的 仅存于动物中是错的 我们有动物性蛋白质,也有植物性蛋白质 选项B说,纤维素由葡萄糖分子组成是对的 分子量在100左右错 我们的聚合物分子量都在1万以上 选项猪呢,我们都晓得,生活经济就知道 保育龙材质并不耐高热 所以选项猪说 晚装泡面的保育龙材质可以耐高温是错的 而生活中我们也知道 我们的保特瓶呢,受热之后会软化融化 所以它是我们做自愿回收的要回收材质之一 所以选项C呢,是对的 所以我们第五题,问我们说 下列有关聚合物的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保特瓶预热会软化变形 是一种热素性聚合物,可回收重复使用